主料,花隔600克,辅量,油,盐,生姜,美味鲜,葱段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买来的花隔需要尽快放入水中,死了就不鲜了,花隔中有许多的沙子,浸泡的时间需要长些,最少半个小时以上,在清理花隔中的沙粒时,干入几滴食用油,花隔就会自动的张冻壳,吐出沙粒。 清洗好的花隔,倒入热锅中,不需要放油,因为花隔水分太多,再放入葱段,不动,加热,等水慢慢的烧开,煮熟的花隔会随着水的热度慢慢张开贝壳,等其全部张开,就说明花隔已经煮熟,等待花隔全部张开就需关火,没有张开的花隔就说明之前就死的,不新鲜,将花隔装盘,撒上葱花, 热锅冷油,带油烧开后,淋到做好的花隔上,一份葱油花隔就做好了,吃的时候,根据个人的口味,喝调点美味鲜,味道更好。 烹饪技巧,主要是清理花隔中的沙粒,放入几滴食用油,沙粒就自动释放出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